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水滴傘Lotus Everard 在Highland的精彩回顧 首先來看一下搶了非常激烈的起跑圈 在翔哥臨時退賽 千鳥第二位起跑 起跑第一個外線就覺得空間不夠 千鳥就被夾身肉餅 啊不是 千鳥的車損傷了一點點前包心態 不過很輕微 紅哥穿兩車發生誇張 從內側病排推薦三台病列的車 又發生今晚的碰撞 紅哥衝到第一 千鳥第二 身丘第三 靠著尾流 千鳥直接靠近紅哥 一往左 準備超車 病排 看到了現在千鳥能不能超過去 就看這個彎了 如果沒有超過下個彎 內外就會對掉 再下一個彎也是右轉 實在胸多吉少 還是病排即將進入比較急的右轉 碰撞 紅哥向外偏移撞上千鳥 千鳥撞到防重來抬回來 甚至有幾分在紅哥後面 千鳥沒有反應出來 撞到甚至有自己彈開 再繼續跟防重人培養感情 所以這可以開到230的高速彎道上 千鳥的時間省值非常大 要是單車的話 大概已經變成碎片推賽了 捷克跟小鹿陸續穿過 旁邊有車真的太恐怖了 小鹿吃草了 吃很多吃到飽 會比較小的千鳥吃比較少 出彎速度比較快 哎呀可惜沒有找到超車路線 不然千鳥還是在直線的尾端並排並獲得內線 超緊 快超過去了 超緊 千鳥企圖關門又猶豫了一下 再也猶豫 超過下車司機撞上防撞欄 小鹿也在後方同樣的速度撞上 哇很遺憾小鹿沒有能穩住 千鳥開始逐漸拉近跟前車的距離 在幹嘛 哇失誤 又撞牆 這圈子已經是第五次了 都能夠沒有打轉 真的是蠻幸運的事情 捷克失誤打轉 不知道什麼了 我們等之後的視角 存活一圈回來 回到重點前的慢速玩倒 第一圈很驚險的結束了 不知道你什麼是千種啊 再來我們從紅哥的視角再看一遍 紅哥第四名起跑 小鹿起跑的時候 似乎有一點慢到 從這個角度清除 擦一下聖手把千鳥夾身肉餅 把千鳥撞去牆上的畫面 估計是沒有注意到千鳥的位置 別忘得意的紅哥衝到第一 發現大家都有開燈耶 就只有千鳥不開燈 這種天氣應該開燈的 千鳥閃到左邊氣突超車 看來這又是個空間不掛造成的小通募 不過剛剛從千鳥的視角 並沒有明顯的感受 紅哥在這個彎的減速度 減太多了 少了將近60km的速度 從後照鏡可以看到千鳥 稍微飛起來的樣子 沒有久入碰撞的聖手 用非常快的速度 在這條長直線取得優勢 這個彎後車居然比前車提倒那麼多下車 這樣出彎應該會有不少的差距 距離慢慢被拉開了 而且後面的結殼也跟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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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咬住了 哇 哇 幾個自己撞牆 幾個自己撞牆 很短短的距離在前進 結殼似乎是吃到左邊的草 導致打黃了 最後倒數掉了 第一次不然下不住 重重撞上牆壁 正車的話 今天全已經兩拍退賽了 接著看看傑哥的視角 我們終於可以了解那裡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這視角完美的上路前面的碰碰車啊 聽說傑哥跟我一樣 這一場練習非常小 碰到不熟就上了 看一看明顯看出每個彎道還在摸手中 真的拍讓我們聽到 每個彎道還在摸手中 你看出香氣 那些是到現在那個彎道 卡住在這裡 放上出去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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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